一直以来,美洲中部多种文化的母文化是奥尔梅克文化,但是美洲中部所谓多种文化中,玛雅文化占据极大的比重。 也就是说,古代玛雅人从奥尔梅克文化中汲取了大量知识,这才使得玛雅文化得以发展。 但是考古学家诺尔曼声称,根据佩腾地区所进行的考察结果显示,玛雅文化比母文化奥尔梅克文化还要早上将近千年。 这个问题带来的连锁反应巨大,所以一定要进一步考察,才能对边年史做出对应的整改。 这场考古活动将玛雅人的历史增加了千年,还增加了佩腾地区的历史。 倘若将玛雅文化起源时间按照考察结果定义,那么就得重新解释玛雅文化和奥尔梅克文化间的继承关系。 还得将玛雅文化作为母文化,研究新生文化奥尔梅克是如何受到玛雅文化影响的。 在那场颠覆边年史的考古之前,早就有专家对玛雅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。 结合资料和考察成果,较为精准地将玛雅文化的发展时期划分开来,依据如下。 一,根据考古学家在玛雅文化区的大规模考察结果,结合多次被发掘出来的整套陶制品,加上地质学家对当地地层的考察,确定了这一文化的时期。 二,在佩腾当地的许多玛雅石碑中,文字专家指出,玛雅人曾用象形文字记录玛雅文化的各个发展阶段。 通过这些依据,多方学者首先将玛雅文化时期同罗马如略利做联系,然后又跟格雷利相互关联,并将其中涉及到的时间节点一一对应。 玛雅人使用不同于其他文化的年表体系,他们把关键的历史日期钻刻到石碑上,绘制在画卷中,雕刻在陶制品上。 所以那些象形文字基本向我们展现了玛雅文化的各个时期,我们能从中得出许多珍贵的资料。 在这些再有象形文字的文物中,我们基本能得知玛雅地区的城市分布,以及城市中重要人物的生平济世等。 在传统的编年史中,玛雅文化总共被划分成三个阶段。 一、大约在距今三千五百年到距今一千七百年左右,被称为前五点时期。 二、大约在距今一千七百年到距今一千二百年之间,被称为五点时期。 三、大约在距今一千二百年到距今四百年之间,到最后一批成规模的玛雅人被西班牙人击败为止。 从第一阶段中,玛雅人已经有了立法。 玛雅地区南部的居民在制陶技术、雕刻技术等方面发展迅速。 从当地土坡中,现代人发现了埋葬着牲畜等祭品的玛雅坟墓。 这些土坡还被玛雅人作为地基,在上面修建庙宇。 而玛雅地区中部的居民则有着领先的建造技术。 他们使用拱顶和添加石灰的石料建造房屋。 玛雅地区北部的居民则有着完善的宗教体系,他们用毛石修建庙宇。 到了第二阶段,玛雅地区南部的居民跟包括佩腾在内的其他文明有了贸易关系。 到了后期,以佩腾地区为中心的石碑文化得到推广。 该地区出现了较为考究的尖顶石碑。 可惜佩腾地区最终走向衰落。 同时期的玛雅北方文化崛起,当地毛石工程盛兴。 这些记录都在传统编年表中有所记载。 而且这些记录有着很难撼动的历史基础,早就成了史学界中一套比较科学完善的体系。 如今,随着佩腾地区考古新发现,学者们该如何推翻传统的编年表呢? 又该如何调整玛雅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? 不得不说,这件事对考古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 与传说相反,玛雅人从未消失,仍有三百万现代玛雅人居住在尤卡坦半岛地区。 很多人至今仍然能说玛雅语系的语言。 玛雅从未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王国,整个玛雅地区分成数以百计的城邦。 玛雅各邦在语言文字、宗教信仰、习俗传统上却属于同一个文化圈。 玛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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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玛雅